嗨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美洲华尔街节目 那么今天呢我们有两个新环节 一个是成长行业 还有一个是美股三人赚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就是全球财经七日 谢谢 环球财经七日 一周财经大事今次掌握 4月26日美国加州库比蒂诺 美股本次财报季科技股普段表现不佳 本来华尔街还指望苹果出来提升市场 然而本季度苹果却拿出了一份 被称为13年来最差的财报 财报显示美股盈利为1.90美元 不及预期的2美元 同比营收为505.6亿美元 不及预期的519.7亿美元 同比下滑了13% 最致命的是iPhone的销量 还同比下滑了16% 在中国市场表现不佳 是本次iPhone销量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 究其原因除了美股汇率居高不下之外 当然也存在没有出现新款的因素 总体来说 苹果在上季度就出现了疲软 这季度算是把自己近期的问题 全部暴露了出来 CEO库克表示 苹果可能会开始考虑更大规模的收购 财报发布后 苹果股价次日跳空低开 并且收跌6.25% 4月27日美国华盛顿 周三美联储宣布 维持0.25%到0.5%的利率 普遍 美联储的决定 基本符合市场的预期 自去年12月首次加息以来 联储已经连续三次会议按兵不动 市场普遍认为 下一个最可能的加息节点 是今年的6月份 联储本次的措辞非常有趣 表示尽管劳动力市场改善 但经济活动的增长 似乎有所放缓 通胀仍然低于2%的目标水平 但是这些鸽派言辞背后 并没有提到之前一直强调的国际风险 让鹰派也可以解读出 自己想要的理解 在利率决议后 美股市场出现了明显的提振 7月27日 硅谷 周三盘后 科技板块终于等到一支 蓝筹股扬眉吐气 那就是FANG家族的Facebook 财报显示Facebook第一季度盈利 同比增长了两倍 达到了15.1亿美元 美股盈利为0.77美元 大幅高于华尔街预期的0.62美元 营收同比增长了51% 达到53.8亿美元 同样高于52.6亿美元的预期 其中广告营收增长了57% 特别是一顿端广告 占了总广告收入的82% 一顿端的优业表现 是Facebook本次财报出台的 最重要的因素 7月28日 美国华盛顿 美国商务部于周四早间 发布了第一季度 美国GDP数据出值 数据显示 美国第一季度实际GDP 年化即环比出值 增长5.5% 本次GDP增长不如预期 同比下降近三倍 原因主要在于油价的冲击 美元继续强势对出口的影响 以及美国大公司大幅削减库存 但是鉴于消费市场 和劳动力市场的活跃 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的数字 应该会出现回稳 4月28日 日本东京 在万众瞩目的 《日本最新利率结议》中 日本央行决定按兵不动 维持利率政策不变 这使得之前预测 日本央行将进一步量化 将进一步宽松的分析师 和经济学家措手不及 金融市场显然也没有做好准备 消息公布后 日元立马飙升 日经指数极跌 黄金上涨 美国的道指期货 也随着大跌100多个点 此前大多数投行 普遍认为 日本央行会采取 购买更多的股票 和ETF的量化宽松方式 来加速经济复苏 提振市场 然而 日本央行本次 还是采取了保守的策略 而且还把实现 2%通胀目标的时间 推迟到了2017才年 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新开的一个栏目 叫成长行业 这个栏目的主要的目的 是给大家揭示一些 今年或者说未来 可能成长非常快的一些行业 那么首先呢 我今天要谈一下 就是关于中国互联网金融 在去年先行的中概股 回国热的沉托中 以及美国整个IPO市场 不景气的背景下 近一段时间 登陆美股的中概股 可算是趋值可数 周三 我们才刚刚迎来 今年内的第二支 赴美上市的中概股 银科控股登陆NASDAQ 股票代码为YIN 银科控股本次发行了750万ADS 发行价为13.5美元 募资规模超过1亿美元 华尔街著名的投行 Jeffreys是银科控股的主要承销商 银科控股这个名字 可能显为人知 但是银天下这个名字 对一些中国国内的投资人 就熟悉得多了 它是中国最大的商品 现货在线交易平台 帮助连接国内三大商品交易市场 与个人投资者 并从中收取佣金 银科控股2014年到2015年 营收增加了108% 四年继续增长15% 同时该公司是盈利的 2015年每股盈利为0.4美元 坐在我旁边的是我们的资深的编辑 Laura 然后坐我右边的是Will 我想问一下Laura 就是您做了这个银天下 代号是YIN的这个S1的一个分析 那我知道银天下是主要的总部在中国上海 然后他们可能有超过2000个员工 而且他们是中国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当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龙头的公司 这家公司主要它的业务呢 就是做那个金银和贵金属的一个现货交易 它和期货交易是有区别的 那它连接的是三家那个国内的金属交易所 然后呢 它从成交量来看 它是中国现在最大的一个现货交易的在线平台 那它主要的业务还是做就是平台 也就是说它赚取的还是佣金 它营收里面80%的那个来源都是佣金 那大家知道佣金这个东西的话 不管客户是亏钱还是赚钱 它都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 所以说它的这个公司 其实它未来的发展潜力 还是在看它能把它的客户群 扩大到多大的一个程度 那我们知道那个中国的互联网金融 这个行业现在很火 像领头羊的蚂蚁金服 它现在的估值已经达到600亿美元 它已经比百度的市值还要高 那这个行业它现在最大的趋势 还是在像蚂蚁金服 它就是客户的像基金投资呀储蓄呀 而且它要做银行 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P2P的一些 这样的融资的行业 那基本上都是说 把客户的钱那赚到 赚到自己口袋里这边来 然后再用它去融资 迎天下它这样做平台和这样投资的话 它是一个互联网金融行业里面 比较另类的一个公司 那它如果说蚂蚁金服那些公司 它是这个行业里面吃肉的 那它可能是一个喝汤的 但是你说就是整个大的趋势 还是大家在把钱往互联网上投 那不管是我拿去买基金 拿去存储 还是拿去投资现货 那都是一种 我觉得都是算得上是一个互联网金融的公司 这个行业现在因为中国现在监管P2P 监管得很严 所以说可能其他方面 比如说像期货现货的投资 会有一些机会我认为 好的那我想从股权架构能不能跟大家说 我知道它的团队是从华为出来的 我不知道我听行业人士这样说 是不是这样 它的那个F1里面 它是说它有一些就是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些 其他公司挖来的员工 可能有说像华为的还有骑虎的也有 CEO是谁 CEO他是一个就是他的创始人 他CEO兼董事长 背景是什么 他就是一个 他好像创始这个公司非常非常久 他就一直在这个公司当CEO OK 那么股权结构怎么样 是多少这个内部股东持有多少 他内部股东持有的大概还占80%左右 这么厉害 对对对 那真正的流通盘在外面有多少 流通盘好像是700 他发行了700多万的ADS OK700多万 他的估值可能是在8亿左右 对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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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OK那我有跟大家讲一下最近中国非常火爆的商品期货铁矿是罗文钢 而且大家吵的从这个罗文钢的图形来讲从1月可以说是疯狂啊这个 最近这个整个商品期货交易量可以说是放出了一个天量 开最近的两三个月的开户数量已经是之前的4倍左右 而且这个量的话也是可以说是天量啊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个数据 大概在4月21号左右的一个时间里头 整个全国的这个钢铁期货的交易量已经超过了全国一年的钢铁产量 钢铁期货交易量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等于整个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疯狂的状态 但在最近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钢铁的这个价格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回调 然后市场上也普遍提出这次钢铁价格的这样一个上扬多少是由于这个季节性因素和这个过一年之后大家要重新开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短时性需求推上来的并不是真正的一个基本面的好 好转真正说去把这些钢材交割或者说需要使用的话其实并不多 大部分都是这个炒家在玩而且换手率都很高 好的那银天下作为一个贵金属也一个因为银是有供业用途嘛 所以作为一个交易所主要交易一个broker大家的预期可能是对他业绩还是有非常大的期待 因为中国的商品期货市场非常火爆 对现在交易量上来作为就是说主要吃这个commission的这样的一个公司的话 交易量上来之后对于对于他的这个影响就是盈利情况可以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利好 再加上现在的话就是记得之前Warren也老师也曾经说过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做期货的能愿意每个月拿出很多钱去投这个广告 就说明现在就是整个行业的话他可能说火爆情况非常的引人注目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的话那整个公司在佣金上的收入和他包括他能够覆盖的客户人群都可能有望实现一个比较良好的增长 好谢谢谢谢Will和Laura的input 谢谢谢谢大家 那么来我们来让Will来跟大家讲一下本周的行情下跌的幅度还有这个一些重要事件吗 为什么这个市场会跌那么多 首先的话就是虽然说叶伦主席给了市场一个鸽派的一个信息支撑 但是日本央行这样的一个动作就表示这个不会再继续量化宽松 这对市场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日元快速的升值现在已经冲到了1001比106相对于美元来说 所以说话这对市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话在多重因素这样一个作用下还是整个市场是走跌了超过1% 将近2%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上周收盘的时候是2091点这样的一个位置 OK 所以本周来看18000点没守住 然后也没攻上去2100点失守了 特别还有意想我要补充就是纳斯达克可能已经跌破了200天线 虽然亚马逊Facebook业绩非常不错 但是苹果的业绩也说是比较糟糕的 所以相对来讲Tech是今年领先下跌的一个 目前的话是Technology这个板块和生物制药这个板块 是今天下跌幅度最大的两个板块 对可以看到今天本周的原油是周一有一个小幅的回调 大概回调到42美元上方 然后昨天隔夜的话是不断的刷新年内的高点 已经刷新到46.7 但是今天五盘的时候原油还是有一个小幅的下跌 有个小幅的回调 现在大概是已经在46美元下方了 所以我认为下跌的话可能原油还是会有一个回调 但是会以跟本周行情差不多会有个回调 然后继续上工的趋势 好的 那么大家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来来进入一个非常精彩的预测时间 欢迎大家回来 好 那么我想请大家看一下下周 什么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些经济事件 以及各股的业绩 好 谢谢 本周各大公司好坏不一的财报 把大家惊出一身冷汗 也带领美股市场坐上了过山车 各位投资者是否觉得太过刺激了呢 下周虽然没有上周那么多重要的数据和财报 但是周五仍然有一月一度的传统大戏 而这是非农人口就业报告 在三月的数据中 美国新增非农人口就业人数21.5万好于预期 但是失业率较死之前的4.9%上市为5% 虽然失业率略有提升 但是总体仍然成年下降趋势 同时时薪也有显著提升 因此上月数据存出美股市场强势上涨 和近几个月一样 本月的非农人口就业数据仍然对美联储的加息路径非常关键 至少只要数据不再变糟或是大幅低于预期 美联储就不能用劳动力市场作为不加息的理由 同时时薪的变化也值得大家关注 因为时薪直接影响着美国消费市场的活跃度 本月市场预测本次非农人口将会增加20万人 除此之外 重要数据还有周一上午10点公布的4月ISM制造业指数 ISM指数是由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公布的重要数据 对反映美国经济繁荣度以及美元走势与重要影响 既然美联储在周三表示将继续坚持国内经济状况 那么任何一个反映经济活跃度的数字 都将会影响美联储的加息路径 三月的ISM制造业指数为51.8% 除此之外 下周二 澳大利亚联储将公布最新的现金利率决一 目前该国现金利率为2% 本周大型科技公司纷纷发布了财报 将本季度财报级推向最高长 下周仍将有数百家公司发布财报 虽然没有苹果亚马逊这样能震撼市场的股票 但是仍然有不少投资者关注的公司 其中最重要的财报是将在周四盘前发布的 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的第一季度财报 华尔街预计 本季度阿里巴巴每股盈利将达到0.55美元 较至去年同期增长14.5% 同时营收将达到35.68亿美元 同比将增长32% 但是环比则将出现缩水 阿里巴巴在上市后一直深陷假货指责 即使能拿出漂亮的财报 股价也一直无法突破刚刚上市后的高点120美元 一直处于半温不火的状态 但是近期中国经济状况有所回升 本季度美股大公司财报也较为惨淡 如果能拿出另一份漂亮的财报 或许是阿里巴巴向美国投资者证明自己的机会 另外发布财报的公司还包括周二盘前 世纪大收购计划刚刚流产的医药公司Pfizer 同日发布的还有刚刚把自己卖给万豪的豪华酒店品牌史达乌 另外还有周三盘后的可穿戴运动品牌Fitbit 周四盘后的点评网站Yale 以及周五盘后股神巴菲特的公司伯克希尔哈萨韦 最精彩的内容是大家预测这个环节 从这个微信的大家的反应来看 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这一个专栏 至少给大家一个短期的一个预测 那首先让这个Will来跟大家讲上周的冠军 还是指数还有个股 从目前暂时来看的话指数是Kinsley 我们的美女分析是Kinsley和上 然后个股的话是远在上海的孙老师 以这个航运股DSX打败了我们一众的杠杆ETF 取得了个股上面的一个胜利 好的 然后我们从左边美女开始Lady first 从Judy开始来讲一下对下周的市场预测 你有没有好的ETF 待会我们可以在美股符号里面再讲ETF 好的 这周的话先是黄金和白银 这两类贵金属的话是涨势是非常的抢眼 因为第一个是恐慌情绪 还有一个是咱们的那个美元走弱 然后我对下周的那个股市的一个预测是 我会觉得它会回调 然后回调点位是2040点 然后我看好的一只ETF是UVXY 它是两倍看涨波动性指数VIX的一只ETF 好的 应该UVXY应该是三倍吧 两倍 两倍 TBIX三倍 也两倍 OK 好 Kinsley 我跟Judy的看法差不多 我也是认为下周的市场会有一个回调的行情 然后我看的点位是2033 然后我看好的股票是NUGT OK 那NUGT已经被你占到了 我可以赶快想 来 Judy老师 好 那么下周的话呢 因为我们看到本周的话出现了这个调整 而且调整这个幅度呢 而且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我呢 稍微的乐观一点 略微的看涨 点位呢2070 死多头啊 对 对 各股呢是DUST 我下周的话是因为上周刚看涨一次就被打脸了 所以说我下周还是继续看空 然后看空的点位我打算看到一个比较深的一个位置 跌破2000点 1999点 然后各个股的话我会选择USLV 看涨白银 又被你抢走了 Oh my god 来我们来听一下场外 孙老师啊 对这个因为航运股啊 本周非常火爆 像有一个叫PRGN这个航运股呢 涨得非常猛 那么孙老师DSX也是走得非常不错 来听一下孙老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汤姆孙 在本周呢美国是出现了一个温和的调整 依然是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下周呢我将继续看跌标普指数 我的目标是2018点 因为下周我们将会迎来一个重要的非浓数据 在个股方面我将会看好天然气板块 我看好的个股是两倍看作天然气的ETF BOIL 谢谢大家 那么最后呢我来谈一下我的观点 我和Will基本上差不多 我的点位呢是2001.2001 然后我看涨的一个个股呢 是还是我的最爱FAZ 好所以希望大家呢 能够同时最后呢能够加我们的微信 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新开的这个一个专栏 叫美股三人传 就是三位分析师呢 来跟大家点评一下或者进行一个股市的交流 在我旁边左边的位朋友呢 是我们的老师叫Richard 你好大家好 好Richard呢有超过30年以上的经验 在台湾美国主要做美国股票哈 但是他的学徒呢也非常的多 坐在我右边呢是J老师 大家好 大家都熟悉了哈 就讲到了你认为这个美国股市啊 今年是选几年啊 就是可能会出现一种行情呢 就是执政党呢 因为股市太高了拉不起来 就会把股票直接砸下去 砸完以后呢 六七月可能再往上走 这样的话 对执政党的一个 11月份一个配合就非常好 因为野伦是民主党的 这个也是民主党奥巴马任命的 OK 首先我要提的是说 因为12年选举的时候 我们那个股票是从4月30号开始起跌 跌 起跌到6月的时候 它开始往上涨 那就是从6月开始涨到11月的时候 那这种结果对执政党的 那个比较有利 OK 所以您认为是说 要跌4个月还是4月 大概它跌可能会产生急跌 然后可能在一两个月之间就结束了 OK 就会开始往上涨 OK 那我们在 会跌多少 从现在这个道琼 这个18000点标普2100点 你认为会有5%到10的跌幅吗 我认为差不多有接近10%的跌幅 OK 那我在上旧金山的讲席会的时候 是 是 我说明了一些怎么看趋势的方法 那也就是说最近的 最近这礼拜 它产生的就是跟 那种方法的话我们可以预测一个趋势 你要讲说4月21号 我们小时线已经呈现多转空 到4月28号日线也呈现了多转空 这个等于告诉我们整个趋势是往下的可能性非常大 而且可能日线多转空以后 会产生比较大的跌幅 OK 是的 我那天收到你的微信 就是在盘前就做空标普 好 来 谢谢老师 怎么回应Richard 你认为这个股市是2073已经 2070已经破了 2070已经破了 逢地买进 继续 我们今天呢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 在这个盘中 所以说呢我们要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收盘 看看这个尾盘的时候 能不能出现一个多方对盘整个这个盘式 尤其是短线上的一个超卖节奏进行一个修正 那么我还是 因为2070这个跌破之后呢 那么整体上来讲的话 那么从日线图的这个节奏上来讲的话 它就应该是往这个2030这个方向上去寻求一个支撑了 那么因为整体上来讲的话呢 我们短线上虽然看到了一个调整 但是目前从日线节奏上来看的话呢 我们暂时可以认为它是还是做一个高位的一个横向震荡的一个格局 所以说呢 因为从一路上来反弹上来 那么从可以说反弹了 从1月中旬或者是2月初那种房情 反弹上来的幅度比较大 那么短线上的话呢 我看到了一个扭转节奏的一个出现 但是一路反弹上来的话 稍微的调整一下 我认为呢是可以发生的 但是至于能不能出现像刚才瑞雪老师所出现的 这种10%的调整 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么夸张 应该是大概是到2000点就应该是差不多了 因为呢从纳斯达克指数来讲的话 我们知道三大指数的当中标普和道指的来讲的话呢 要远远的走势好于这个纳斯达克指数 那么纳指这一轮也是出突破了之前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一个点位 那么短线上出现一个获利回吐 这个是可以这个是可以发生的 那么借由这个纳指的获利回吐引发标普和道指同样的一个调整行情 那么在这个创新高之前 出现这个调整行情 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那么正好也可以配合了这个 这个瑞雪老师呢 说这个调整完以后市场呢继续上行是吧 那么如果调整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马上就要看新高了 我忘记给你起个名字 不是死多头 叫算命师 没有算命师 老法师 算命师 空军司令 那我想就是 我也蛮赞同Richard老师 但是在基本面来讲 我觉得中国的债务危机啊 已经让很多的基金经理像Darkis George Soros 都在做空中国的股票 似乎呢 包括今天这个查诺 他在这个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说 谢谢中国给了我一生难得的投资机会 就是他要做空中国 他说中国的房地产是泡沫 是非常惊人的 所以他说要感谢中国 给他的一个一生当中 最大的一次做空机会 所以我认为 可能这一波呢 我们还是边走边看 Richard老师说10% 介老师说标普2030就会反弹 我认为呢 边走边看 我还是死空军司令 那么大家记着 喜欢我们三人传 下周同一时间 记得我们希望Richard老师再来 希望介老师跟我继续死抠 好 谢谢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